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尝试这种演技派 偷拍自己出演而言 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像少年歌型中的哪一个角色 或者说你更喜欢少年歌型中的哪一个角色 就说像吧 如果说像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像雷武杰 有大大练练的 然后也不心眼 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向往 你觉得私下里自己和萧瑟身上最像的是哪一点 最像的就是经历的比较多吧 就小的时候闯荡江湖 那是闯荡社会 对吧 家族私逼 吃过一些苦 我想这个大部分的现在人们都有相同的共同点 少年歌型给你带来哪些改变 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分享 少年歌型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形体上吧 因为导演对演员的形体台词是要求非常的高的 所以说呢 在进组之前我有做过形体矫正 去做一些训练 去矫正一下形体 平时在家的时候不工作 一般都会做些什么 最近的话就是每天六点等一等少年歌行 然后健健身 这个搭野戏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在少年歌行中 室演的萧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家是显色 少年是历经沧桑 归来是人是少女 又这么一个人 具体还是希望各位去优估自己看 好 最近生活中遇到的最有成就感是你也是谁 最近生活中没有遇到什么有成就感 我是一个生活比较平淡的人 很少有惊喜和刺激 最近硬说一个的话 那应该就是少年歌行多了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重生 最想回到人生的什么时刻 最想回到十岁年 劝我妈你 最后来安慰一下自己的心事吧 少年歌行是一部非常带我诚意的作品 相信播到现在大家应该是有好的声音 有不好的声音 还是那句话我都欣然接受 后面的剧情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完善 希望大家相信这一组人员 相信导演 相信两只人员 后面一定会让大家失望 请大家锁定 优谱优优独播剧情 别忘了